对于热爱足球的英国人来说 明天将是一个重大的日子 英国队将出战意大利队来争夺欧洲杯的冠军 这是65年来英国队头一次又再次打进的决赛 对于英国人来说 这真是兴奋跟期待的时刻 几万人要在现场观战 另外几十万人将在街头观战 当然绝对违反社交距离 如果要求他们全部隔离的话 将是上百万人 英国政府绝对不会如此扫兴 相反的他们还准备19号进行全国的解封 虽然目前英国的确诊人数还在每天增加 特别很多都是Delta病毒 因此我们看到世界上相当矛盾的现象 世界卫生组织不断地呼吁各国 要进行重大的防治措施 又看到很多国家陆续地开始进行解封 当然脚步是谨慎的 他们凭借的就是自己的疫苗覆盖率 英国如此 澳洲如此 新加坡也将走上这条路 解封之路走得是非常谨慎 但也是非常的坚定 黄吼大叫 又唱又跳 全场沸腾 手中的啤酒丢上天 不管认识或不认识 亲人还是路人 都兴奋地抱在一起 每个人都好像中了痛 还翻天 因为欧洲国家杯准决赛 英格兰在延长赛 立刻抢抵丹麦 说好7月19日才解封 英国球迷哪能等那么久 尤其祖国球队将在11日 和意大利对决 60年来首度有机会夺冠 当然要大肆庆祝 就连首相强生 也在唐宁街10号关底前 铺上一面巨大英格兰旗帜 力挺球队 尤其决赛主场 伦敦温布莱球场将开放6万名观众入场 至少八成满座 即使会成为传染病毒大温床 英国的意志很坚定 每日五万例 我们在标准在标准 在几月上面 我们看到病毒大温大 很快增加 有可能有50万例 病毒大温床 被证明了 19日 预计 平等今年的第一个 每日五万例 约等于今年1月 第二波疫情最严重时 每日确诊数 而自从英格兰晋级 欧国杯16强赛以来 共有四场比赛在文敦开机 球迷具体结果造成 每日确诊数从两万两千 十天内暴增到三万两千例 英国政府计划7月19号以后 不会再强制民众戴口罩 也不用再维持社交距离 而且聚会活动人数也不再加以限制 因为疫苗施打率已经达到百分之六十八 完成接种率也已经超过百分之五十 距离群体免疫只差一步 染疫死亡人数则持续下降 强调疫苗施打而把感染病毒视为常态 将是英国解封的指导方针 但世卫组织专家认为 确诊人数居高不下 却急着恢复正常生活 不易取得的防疫成果将毁于一旦 我们必须在这时刻非常小心 但英国根本听不进去 高喊未来的日子要和病毒共存 尽管争议做法批评声浪不小 但跟进解封的国家不是没有 长长人龙排成一排几乎看不到镜头 民众穿着厚重衣服 缓慢地随队伍前进 澳洲第一大城雪梨 虽然在南半球的寒冷冬天 但众人乖乖排队打疫苗 六月初Delta变种病毒趁虚而入 新南威尔斯从六月底开始封城 邻近的昆士兰 维多利亚等州也加入行列 不过由于状况相对轻微 已经在七月初解封 新南威尔斯原本要比照办理 没想到疫情还在高峰 迫不得已在七号宣布继续封城一周 过去未让病例清零 反复封锁又解封付出极大代价 估计封城期间 澳洲每周经济损失达到40亿澳币 相当于新台币850亿 不仅是恶性循环也容易防疫疲劳 总理莫里森召开内阁防疫会议后 在5日宣布四阶段解封计划 重点是预防染疫者住院重症以及死亡 不再强调零确诊 其中第一阶段称为疫苗接种期 包括已经接种疫苗的回国公民 改为居家隔离不用再住防疫旅馆 第二阶段为后疫苗期 包括非绝对必要不封锁 防止住院和死亡人数增加 第三阶段为巩固期 开放边境并且取消已接种民众的出境限制 第四阶段为解封期 开放所有已接种旅客入境 不再需要隔离 但澳洲施打率在已开发国家排名末段班只有25% 其中8%完成全部接种 如果依照目前每天最多接种 十二万五千剂的速度来算 要到明年一月才有80%的接种率达成政府的解封目标 但专家认为这还不够 超过90%施打率几乎是天方夜谭 因为根据澳洲媒体调查 有15%的民众根本不愿意接种疫苗 尽管施打率还没达标 但澳洲已经打算不再封城 亚洲还有一个国家更干脆连确诊数都不打算公布 早于澳洲十天 新加坡的防疫工作小组宣布 为了要与新冠病毒共存 放弃清零的目标 未来将不再公布每日确诊病例数 目前新加坡每日确诊大约10到20例不等 病例控制得宜 于是公布完全解封计划 三大方法其中之一就是加强施打疫苗 第二是检测不用PCR改用抗原快筛 快速确认正常活动安全 也提供血氧剂给每个家庭 避免快乐缺氧 最后就是积极治疗降低死亡率 说穿了打疫苗才能恢复正常 目前新加坡的接种率约为65% 预计在8月9日国庆日前后 让三分之二的人口完成接种 我们可以让聚集会 只能够接种人 有更多的群组织 并且放弃社交距离 英国 澳洲 新加坡 大胆朝恢复正常生活的方向走 把新冠病毒当流感 是未来各国一致的方向吗 还是一场冒险的赌注 这三个国家将成为观察指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